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求婚的话 我回遇一下 这个惊喜可比求婚刺激多了 走 没事吧 怎么了 你这老板年纪行情的 身子骨可有点弱呀 你们赶紧离台这儿 赶紧走吧 不是老板 你这树哪一处啊 我也是听人说 这体弱气虚的人到这个地方 身上容易得一种长红般的病 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老板 我们先出去 的 包括 。 。 的 。 的 。 。 。 、的 。 。 。 赶紧怎么样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点人啊 给这个医院做一个辐射检测 辐射检测 这真有点难度 你要说甲醛检测 你这算了 谁没事辐射检测 真为难 我如果感觉没有错的话 我要找的东西 就在这家医院 你是说 你一直心心念念找的东西 在哪个医院 这个院长 陈在哪儿 路易第二年就死了 他的老婆孩子呢 也都失踪了 据说 好多患者 现在还得找他呢 刚刚那老陶说的 红斑病什么的 真假的 我当时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 它还在神龙雪山里 我以为它被雪宫买了 结果不但没有被湮灭 还来到了城市 这个石头辐射特别强烈 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啊 可能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和发现 所以所谓的红斑病 应该就是腐射和矿物质造成的吧 喂 小鱼 爸我和前途正在回来的路上 现在吗 好 我知道 小鱼让我去殡仪馆找他 他今天不是放假了吗 天下大乱了 也不耽误你讲白句谈恋爱啊 羡慕 不羡慕 不羡慕 你们俩跟我来 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看 你要是求婚的话 我回遇一下 这个惊喜可比求婚刺激多了 走 走 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 这两日我派人保护林叫声 发现有人跟踪他 接应的跟踪者就是赵山 我的人追到落脚点没有抓到他 这张照片是讲白句在屋子里找到的 这花种是林诺颜送我的 前两天刚开出来 林诺颜